不少爸爸媽媽趁著暑假 把小孩子送去營隊 桌上放著一點點考卷 這間位在雲林的暑期成長營 輔導許多國小及幼兒園孩童 卻傳出零略事件 這是我們一個爸爸買來的 同學的家長 對啊 就是用這根抓養用的不求人 雲林縣社會處接獲通報 一名二年級的女童 疑似功課沒有教 遭到老師打手 手臂屁股全部紅腫於青 我們也有都跟家長講 我們打的是這邊 就是要分散痛處 不是指導老師 他是臨時人力 孩子被打 家長難免心疼 疑似還有人因為吃飯吃太慢 被老師擠入辣椒醬 要求一定要吃完 經過相關單位調查 很多學生都曾被打過 承辦的民間團體也坦承 英文單字考試不及格 上課不認真都會處罰 但會控制力道避免受傷 暑假期間是申請 我們社會處的補助辦理 結果那邊就表示說 小朋友不是他們打的 我們會再召開 相關的一個專家會議 進行六萬到六十萬 之間的這樣一個財法的審議 挨打女童開學後 改上學校的課後照顧班 但美好暑假 心裡留下一層陰影 這恐怖成長營的管教方式 也引發熱議 記者王正 陳轩 雲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